欢迎回到庶民大德家 政府拿了百姓的纳税钱 买了500万剂的高端疫苗 采购价格却迟迟不肯让老百姓知道 就有民众拿了高端的财报 36.16亿来推估 认为高端一剂的价格是723块 但也有人拿了 省计部的违约金来推算 那这样的一剂就变成1028块了 可是这两者的落差超过13亿元呢 虽然说王毕胜说 这些都是不时的推估 问题是连李秉颖都说 高端一剂要1000块 结果苏贞昌就呛说 李秉颖又不是官员 可是李秉颖是ACIP的召集人 如果李秉颖说 一剂要1000块是真的 那算一算 这高端的总价是50亿了 那高端的财报 怎么只写了36亿呢 这落差将近14亿元 到底进了谁的口袋呢 而指挥中心一直说 价格不能够公开 可是高端有接受 政府的补助5亿元 审计部的法条 不是写得很清楚吗 受到公管补助的私人机关 应行审计事务 那如果卫福部不愿意公开 审计部也不敢公开 这算不算是公然贪毒啊李文 台语有一句话 或者臭皮没落皮的骨啦 就当这个我们一开始防疫成功的时候 哇 非常的嚣张 因为呢 通通都不能够逆时钟啦 做什么都是对的 但是呢 当你一嚣张 忘了自己是谁 开始倒行逆施的时候 有一天你总是会下台的嘛 你不可能封存30年到你100岁啦 有一天民进党也会下台的啦 不可能永远的只手遮天 等到那一天 总是会水落石出的嘛 一调查下去 搞不好你还要坐牢呢 所以当人家说 当官啊 人在宫门好修行啊 真的不能得意忘形 肆意乱违啊 就像这个蔡英文讲的 四个任性 任性任性 再任性又任性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台湾毕竟还是有国法的地方 所以今天 大家再度拿出来推估 再度拿出来计算 原因很简单 就是到现在 还是没有办法看到约 还是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买了这些高端 那你真的能够满一辈子吗 那你们这些人 现在这么的嚣张 未来都有可能会变为阶下囚啊 这不是你想甩锅 就可以甩得掉的 我们来看一下报道 审计部的这个意见里面是说 这个保密到140年 这中间的落差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们他给我们的报告 那个文件来的时候是看起来是30年 30年是保密吗 他也保存30年 保存而且保密30年 是这样 因为他但是卫福部 这一部分卫福部部长有讲了 他大概回到了 他就解密 其中高端AZ是保密5年 对 BNT保密10年 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个 工到底是保存还是保密 这个是这样 可能他在做的时候 他是核定保存30年 顺便他就可能就保密30年 顺便 最写错了 随租啦 随着这个保密30年 随时认为保密30年 太长不符合相关采购的规定 人民有租的潜力 我们是希望他公开透明 好啦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官员 这个也难为了这个省记长 他还要来帮卫福部回答这个问题 然后呢 就回答得哩哩啪啪啪 他也是很怕回去会被修理 会被清算的 民众说 如果从高端的财报 因为之前大家不是都在预估吗 说高端一季多少钱 他说财报去算的话呢 一季是723块 但事实上呢 如果你从省记部的违约金去推算的话呢 一季可是高达1028元 我们办公室也有算过 那高端可能一季是高达900多块 好 所以差不多就是从800块到1000块 之谱啦 所以本来说七八百块 已经觉得很贵了 现在有可能是1000块 那又怎么样呢 钱已经付了 而且到现在还是不给你看啊 那就是我刚刚说的 能够一辈子都不让人看吗 莱斯堡说 高端的成本一季多少钱 是195块 为什么会卖这种天价呢 凭什么卖这种天价呢 这个是我们的国产疫苗 难道我还跟别人抢 抢不过别人用高价去买吗 笑死你哦 根本没有人要买 根本没有人要抢 唯一一家就是中华民国政府会跟他买而已啦 凭什么卖那么贵 他说 李秉颖也说啊 高端一季好像是卖1000多块哦 李秉颖讲的呢 那这中间价差 你不要看这几百块 价差是13亿耶 苏贞昌就说 李秉颖不是官员啦 他自己乱猜的啦 可怜啦 台湾人真的好可怜啦 大家通通来猜是猜灯迷是吧 本来就应该要公布的事情 到现在都还不公布 你苏贞昌还有脸讲说 不要相信李秉颖的 那大家刚刚看到的就是高家瑜 去执询沈记长的时候 问了到底是保密还是保存嘛 他就意思就说其实是保存啦 可能他们 例如说卫福部他们看到是保存 就顺便把它讲成保密 保存跟保密差很多好不好 他是凭什么保密30年 然后呢这个反正沈记长就说 就是要问卫福部嘛 这是卫福部讲的啦 所以呢这是卫福 卫福部就是胡说八道 就是我刚刚说的 拿着鸡毛当令箭 谁给你这么大的权力 让你可以这样挡大包天 只手遮天 为所欲为 有一天就是会有报应啦 好所以薛瑞元就说 高端呢其实是只有保密五年啦 那陈时中就说不是保密啦 是保存30年啦 讲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啦 重点就是什么时候 让我们看到高端到底是怎么买的 总是会政党轮替的嘛 现在检调也不敢查啊 司法也不会动啊 但是总是会有政党轮替的一天嘛 这些总是会被查 总是会被掀出来的嘛 我觉得台湾的司法 不能够放过这些人 未来一定要查到底 哪怕让这些人当过阶下囚 否则真的是没有天理了 先前审计部的报告指出说 卫福部是以密件封存疫苗合约30年喔 好但是陈时中不是说只是保存30年吗 陈时中都这样讲了 为什么审计部还说是保密30年呢 到底是谁说谎 是保存还是保密呢 结果呢高家委委员在这个立法院啊 在执询审计长的时候 审计长竟然说是保存顺便保密耶 那问题是卫福部都说高端是保密5年了 李贵民就质疑啦 那审计部的报告说是机密 为什么写保密30年呢 没有想到审计长就回答说 是保密30年喔 而且保密30年呢 是尊重卫福部的说法 那到底薛瑞元讲的高端 保密5年又是怎么回事呢 还是审计长说谎吗 还是陈时中保存30年说法是说谎呢 为什么所有的人讲的话 通通都兜不在一起呢 那如果这个保密30年这件事情 没有存在的话 AZ保密5年 BNT保密10年 审计部没有纠查 为什么只纠正了高端呢 是不是代表只有高端 确实是有部分的文件 被保密了30年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孟凯委员 如果连候选人个人的财产 都必须要公布的话 那花了老百姓纳税前 有关公共利益的事情 为什么不能公开呢 难道高端企业利益 是高于全民的利益吗 是啊 我们也很纳闷 为什么不能公开 而且中华民国政府 有那么随便的吗 还是民进党政府 你执政之下 你就是那么随便 我保存顺便保密 保密顺便保存 讲来讲去 会不会觉得 其实过去到现在 有很多 让大家觉得很匪夷所思的事情 其实像这次高端疫苗 我们就一而再再三强调 八千四百亿是立法院通过的特别预算 给你行政部门 我们要求的是赶快买到国际合格认证的疫苗 给全民来施打 形成集体保护力 但是当当时高端疫苗还没有拿到国际合格认证的时候 是谁就裁定说要买五百万剂的 是你陈时中 是你卫福部 是你民进党政府 而现在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有将近一百七十万剂 三分之一的高端疫苗会被销毁 这又是谁的责任 而且不要忘记 为了说要让高端疫苗能够再持续增加 它的一个施打期限 让比较多人来施打 其实高端疫苗本来是核准半年的时间 它为了要拉长那个时间 让更多人来施打 所以它又延长了半年 所以现在其实已经是高端疫苗延长半年之后 还有将近一百七十万剂要被销毁 这些不都是让觉得很奇怪吗 所以有一句话讲得好 网路上常常在讲 不是不能做 只是不想让你做 一样的道理 不是不能公开 只是这个秘密 不想要你民众知道 不想让你国人知道 不想让你全民知道 而且干话听不完 最近薛瑞仁这个部长 他上任之后 以前他当次长的时候 我才觉得说他还没有那么的 这个爱讲干话 但是现在是不是也是 有点这个 成规 薛水 他讲什么 他讲说高端并不是日本不接受 而是高端不是WHO认证的疫苗 所以国人打高端不能去日本 这什么理由 全听不懂 重点就是国人打了高端 其实是不被世界各国所认证 不被WHO所认证 所以他当然没有国际合格认证疫苗 再者我们要拉回来 其实高委员刚刚的那个质询 我就是高委员后面的后两位 我也马上在追问了 如果说印象没有错 高委员您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你有特别在追什么 你有特别在追说 高端有没有要打 他所谓的二期实验报告 当初是在2021年4月的时候 就已经做完的二期实验报告 问卫福部 那现在那二期实验报告 有没有给你卫福部了 食药署署长上来 卫福部长上来 都说没有 换言之去年4月打完的 二期人体的实验报告 到现在一年半的时间 还没有给卫福部 那我又在追问了 我说好 既然你二期的实验报告 没有给卫福部 那请教高端 有没有做追加剂的实验报告 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我们国内 只有全中华 全世界只有中华民国 是核准打高端的EUA 而高端有没有做 所谓的追加剂 BNT莫德纳 都有追加剂的实验 所以说他们核可开放 让人家打第三剂 也就是所谓的追加剂 但是高端疫苗 并没有做追加剂的实验 那你卫福部凭什么 也核准EUA 让它来变成是 可以让我们国人打追加剂 换言之就草菌人命 我说实在话 我觉得就完全是草菌人命 把人民当白老鼠 所以连实验 是没有做的实验 你都可以直接放宽 让全民来施打 那我合理的怀疑 你是不是就是为了 要消化高端疫苗 因为你买了那么多 你想要消化 所以你就无所不用其计 放宽 放绿灯 让大家都可以方便施打 只差没有强迫 就是想要把高端给打完 但是即便如此 都还有170万剂 是要被销毁的 所以拉回来 还是强调 你现在每一个人在随便 每个人在隐藏 每个人在黑箱 我们只要求公开 不公开 2024政党轮替 我们一次把所有的内幕 所有藏在里面 藏污纳垢的老鼠 彻底掀开 让全民来检验 这些人一个都不要想逃过 原来高端没有做追加剂的实验 不能当第三剂 第四剂来打 苏贞昌不是打了第四剂的高端疫苗吗 怎么会这样 好 不过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疫苗采购的黑幕 现在等于是被审计部掀开了一个小角落 为什么呢 因为审计长他就说了 其实就是保密30年 还说这个机密是尊重卫福部的说法 所以说审计长说的你相信吗 我比较相信审计长的说法 可是审计长也只能够说到这里为止 因为审计部就算知道真相也不能讲 因为他只能够对预算的执行来查核 真正有调查权的是司法检调监察院 可是高端从还没有EUA开始 就获得了政府的元首官员一路的背书 二期没解盲就买了500万剂 而且利多消息股价飙涨13倍 尽管会9度移送到了检调 结果现在为止还是静悄悄 如果连有调查权的单位都视而不见 那我们可以看到审计部 既不是老虎也没有牙齿啊 所以老百姓看起来是不是 除了等30年解密之外 对于政府真的是无可奈何了吗 董哥 我们可以看到审计部这份报告 对民进党包庇高端的情况 写的其实是非常清楚 所以陈瑞宁审计长吓坏了 他没想到既然引起鲜然大坡 那陈瑞宁的长官是谁 他是属于监察院 他的老板叫陈吉 那现在选举 你突然公布了说有五大缺失 那不是害死了险情吗 所以他对高嘉宇对洪孟凯的答行 他比比说啊为什么 因为很怕官位不保 我老实讲 一个这样的官员 其实在民进党政府之下 大家都会怕得到了报复 我们看到整个国人质疑的 这些疫苗 其实因为这两年都来 大家都一起在跟病毒在对抗 那这个疫苗是里面最重要的 很多人的质疑 慢慢的就在选前就被发现了 第一个是慈激功德会 说我们要买BMT就被阻挡了 他的公信力让整个民党炸锅了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蔡英文吓坏了 赶快自己跑到花莲去见正元法师 去解释 去跟他反合 为什么 因为一个这么有公信力的单位 都出来讲 我们就是被他阻挡的单位 那其他单位同样被他阻挡 你们为什么会被阻挡 你们要买来免费送给政府 为什么他阻挡你 因为他要独立高端 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高端呢 高端如此不堪 我们可以看到了 其实审计部这份报告 接下来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了打高端的人不能去日本 打高端是死忠的 是民进党死忠 这蔡英文自己讲了 这是充满了台湾的意思 对我们最友好的日本都不准你去 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就更证明了 原来打高端是没有用 然后接着审计部这份报告一出来 接二连三都跟高端有关 这份报告里面还讲出了什么 讲出了那时候政府还报庇另外一家 叫联雅 然后给联雅 我们已经给他7.8亿了 他现在连二期都没够 那现在就没有夏文 要跟他买的 这也没有人去追究 7亿8千万 在这个报告书里面讲了 没有人再去提点了两个字 大家都在讲高端 那第二个呢 他讲了一个销毁的问题 这怎么销毁这么多呢 除了高端之外 我们销毁 最最多的是AZ 7年5月 各国都已经不在买AZ 为什么因为有血栓的那个 那时候的BNT比较稳定 大家都在买BNT 比较强的就是莫德纳 对不对 大家就是这样嘛 结果我们硬要高端 然后又去大量的买AZ 结果我们到11月 7年11月还在买AZ 所以造成AZ大量的消费 那这个浪费很多钱 这是他审计部报告里面 结诸的另外一个事情 然后第三件就是 最近大家讨论 为什么他有四次 都超过一个月不交货 交不出来 为什么你不华 然后被人家讲了 那个市政上台说 该华就要华 要照AZ 总共1800万的华金 他们才敢去开这个单子 所以审计部 他不是检查单位 他只是从你那些单机里面看 如果今天是检察官 当然检察官都 大家也知道 他们帮民进党打选战 是非常有利的 那时候打杨宽恒 现在打林芝妙 那检察官 你如果好好去查 这怎么会查不出来 除非你是犯筒 或者你在帮民进党掩盖很多 那显然的 这就是在帮民进党掩盖 这太好查了 审计部的公权率还不如你 他都查得出来 他只凭一些账单 或什么来看 你检察官是可以去查 电话记录 对不对 来往的公文什么 你都可以查 那你舍此而不为是什么 因为你在包庇民进党 在帮他们练财 大家都知道高端 让很多人变得很有钱 不管炒股票的 或者卖高端的 那今天所为何事 原来执政只不过为了捞钱 这就是民进党 让我们看破手脚的地方嘛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